南投县政府在大礼堂举行第五届2018两岸亲子文创作品连展开幕典礼 这次的连展是以爱创新梦起飞为主题 展览来自杭州幼儿园等13个地区 以及县内的13所学校亲子共同的233幅作品 而这些作品将在南投县政府综合大楼展出 展期是到10月11日为止 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县府在大礼堂举行第五届2018两岸亲子文创作品连展开幕典礼 主持人县府秘书长洪瑞智知识时表示 过去两岸交流议题大多数为农业与宗教 自2016年起 两岸文创作品连展以南投县和浙江杭州市两地轮流展出的模式 建立两岸亲子交流平台 让两岸学子生活美感向上延伸 向下扎根 讲话在地一文的交流 今年呢 我们的这个连展的这个主题呢 叫做爱 然后创意 然后闷起飞 那这个主题 希望的是大家从生活中的感谢感恩 然后以共会这个话题的这个方式 从话题里面来呈现这个爱 然后创意 然后梦起飞 这三个文句 那也希望说透过教育搭起一个两岸亲子交流的一个平台 从教育来出发 然后让我们两岸的这个亲子交流的这个经验的这个分析 能够做到 能够做到位 能够让大家互相的学习 从生活中学习 怎么样去观看 怎么样去感恩 连展共同主办单位 杭州爱尔堡国际教育集团 也特别提供每位得奖学生 两千元奖金鼓励学生学习 集团董事长林家彦表示 南投与杭州 致力于两岸教育事业的交流与发展 此次连展希望透过一文的美感欣赏 让学生学习感恩与爱 实践于未来生活 我跟小朋友们讲 就是每年在西武边的联盟纪念馆展出 只要我们展出大概是十五到二十天 我们同事过 都是好几万人去看过你们的作品 而且呢 现在在杭州有很多的朋友都告诉我说 哎呀 你们南投的小朋友 从小就很有艺术细胞 以后都是将来的艺术家 所以南投现在也变成是艺术线 不只是官方线 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办这个作品展 我觉得是一个很蛮大的收获 所以我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 然后帮我们的南投的好的文化 然后能够传承下来 然后也能带出去 连展开幕式融入观光 科技 艺术文化课程 赞助学生用积木结合科学原理 推广祖山观光景点 此外学生的绘画等文创作品 以爱创新 孟起飞为主题 表现生活中感动与感恩的事物 藉由共会的方式 将心中的爱透过画作来呈现